香港人要影響全世界 你們錄的都要學我怎樣聽 Hello,書.com的讀者,大家好 我是James,是唱片博物館的館長 其實我很喜歡玩唱片 由八、九歲開始玩唱片 玩到現在都差不多有五十年的光景 玩黑膠唱片和角色帶著 發覺自己玩好像單調那些 和人一起玩和外國玩家一起聽音樂 是會更加開心 所以建立一個唱片博物館 就等一個玩具的陳列室 叫外國的朋友來一起聽一起玩 更加會更加玩得盡情一些 其實我一向都是在做Retail唱片 因為想聽得多些音樂的話 最好就是從事那個行業 每天都接觸世界各地的唱片 在三十二年之前 我開了第一間很小的迷你唱片 就一直做就做到現在 過了幾年我覺得 不是了 我不可以永遠都掛念 零售在這個Mall 我真的要建立一個博物館 唱片博物館 音樂的博物館 上網查一下好像全世界沒有的 有的都是一個二手店 我要開一個真正有人類歷史的博物館 從頭到尾要找回人類 從一百三十多年前 愛迪生發明的流星機唱片開始 直到現在最先進的南岡裡的歷程 究竟是怎樣 就學完要 在這裏告訴房客 很多年青人生出來就是喜歡懷舊的東西 未必是那個年代 我都是屬於這一類人 一千年前發生什麼事 我想知道 百多年前 愛迪生搞這些科技 我想知道他怎樣搞 無緣無故會搞這些東西 因為他是影響著我們每一代人 你知道 亦都可以教給一些房客 這個知識就可以成全到 我覺得很重要 這個博物館就是一個 分享和知識成全的地方 這間博物館等於我的餐廳 照顧全世界的人 不過這個是音樂的餐廳 早上我在這裏 我當然會 早餐的音樂 當然會聽古典音樂 你不可能一起來就搖滾disco 一定是古典音樂 到了下午 精力旺盛的時候 聽些rock 聽些disco 到了黃昏 你當然會聽些爵士 晚上就聽一些 比較軟的light music 吃東西的羊 吃東西不可能 喜歡吃鵝肝 喜歡吃什麼 你可以由早吃到晚 那是有問題 一定是分開來吃 音樂就是這樣 是多餘的 真正喜歡音樂的人 什麼都聽 最幸福的一刻 就是聽到你最好的樂章 死去 Gran Miller 30年代 我希望有新之年 收集到所有的樣板 數以萬計的樣板 目標是二十萬條曲 在沒有壓收的情況 製作後 就分派在全世界的電台 比如BBC 我給他用 每一個音樂學院 我都給他用 他可以用來做一個教學 任何世界各地的電台 現在播放在麥克爾傑森 MP3 你聽得多 我現在播放很難找回來的 Master Tape 你聽不聽嗎? 不用錢 今晚播放麥克爾傑森的LP 明天播放麥克爾傑森的Cassette帶 8track 聽眾在開車 聽聽聽聽聽 他在學習 我一天有朝一日 我想聽真話 我就知道買哪件軟件去聽 不是按鈕 就是這麼簡單 是全世界的人類普遍 appreciate音樂的知識提升 不然文化就變成零 每個人喜歡喝紅茶 喜歡喝紅酒 遠奈喝了一杯咖啡 喜歡聽音樂 聽了蒙娜麗莎 戴眼鏡的 還說厲害 笑死火星人